一架載有66人由巴黎開往開落的客機失蹤 目前估計跌落地中海搜索仍然進行當中 俄羅斯總統保經最後確定與東盟協議的細節 期望與東南亞這10個國家加深關係 尼利亞被綁架其中一名女學生和一名嬰兒 及其懷疑是博科聖地恐怖組織成員的丈夫 現在被政府軍看管及醫生照顧 玻利維亞國營工廠宣布關閉影響1,000名員工 工廠工人示威與警方發生衝突 中國新疆地區被高達100米的沙塵部侵襲 氣象專家預計會持續三天 9万多喜相關 9萬多喜相關 1963年